歡迎大家來到新一集的動漫戰隊 大家好,我是Sunny 彭勇,南瓜,大王 今天回來都是講一個排行榜類的話題 原本我們想過講一套OVA作品,不過時間關係 因為今天有其他東西準備 所以不如再講一下排行榜 因為近來看到排行榜出爐是挺有趣的 先看看題目 動漫史上最強的Sense 他應該是譯法關係 有些可能華文圈會譯了是老師角色 因為有些看到榜裡面 他不是純粹老師,不是上學 走出來跟同學好那種 有些是師父那樣 那不是那些老師 不是那些老師,那種專技情況 那我在這裡做什麼 你叫我回來做什麼 不是,幼子Gundam 那好吧 因為厲害 還有很多位我們都可以討論的 新叔和墳總可以對某些作品 都可以作出一些特別的評論 對,再講一講慢一點就行 師父救我 那異父算不算呢 那算是他的Sense 我覺得不算,師父和老師就可以 但異父也有教他武功 人間再討論 問題是 我先打轉你 那扒字魔童呢 扒字魔童不算老師 他在這裡算 你不要先把榜出來 行不行 但是這樣說 我們在這個榜 有一些未必是走進課室的老師 有些可能是那個人的師父 所以可能是Sense 那些可能是類似這樣的 行榜 我就當作Sense 這樣算 這個彭博是 來自日本一個 很多人玩投票的網站 很多人會放一些彭博 所以給人投票 其實都有一千多票 最後就選出了55位老師 而這個榜就是 講頭20位的Sense 無論是老師 入課室的師父 還是教練武功的師父 這個榜都包含的 不如由底數上來講講 拋封引玉講 後面再看看有沒有其他的討論 首先講第20位 第20位就是 井澤靜江 就是關於我轉身成史萊姆者當時 這一套動畫 我們都在戰隊裡講過 我也很喜歡 因為他描述的角度很棒 以及史萊姆本身這個人 去統領整個區域的史萊姆魔王的成長故事都很好看 那靜江其實是他人生很重要的一位老師 是他吸收了 變成了人養的其中一位老師 那靜江其實很慘 因為他轉身來這個世界之後 又被魔王拋棄 他自己因為身體裡面 封印了一隻火魔 所以令到他經常控制他 但他都很照顧一些新轉身過來 包括史萊姆他們的人 他教了很多東西 包括給了他一個樣子 給了他一些技能 還有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刻 他跟史萊姆建立了一個感情 還有他最後給回 其實日本在你走了之後 年代變成怎樣 其實那都很感動 所以給一個遺產 或是作為一個老師 或是師傅的人來講 他在這個榜裡面都OK 我聽我是不是算教材級先生 可能也算是那種 他是新教 他其實跟史萊姆相處的時間不算長 但因為兩個人都是在日本轉身 因為一個在二戰 一個在現代被人插死了過來 但他們兩個之間共鳴 還有他最後真的說 我托付給你 你不如用你的技能吞食了我 那樣東西是挺有趣的 但我自己看的 我不是很感覺到靜江是他的老師 前輩多一點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是翻譯還是怎樣 這個榜很多 你說是教導他的 或是引導他的前輩或是朋友 這裏很多都是 但你作為一個老師 一會再說 我覺得很多都未必是一個老師 因為我覺得老師是要有身教 有傳授一些很重要的東西給他 所以說先生 先生這東西可以寬一點 但他這個榜是說史上最強 那他動漫裡面的世界觀 他算不算強 他強的 但是 又這樣說 他雖然是很強 以前傳過他 是說他打敗了那隻惡魔 其實在外傳說明 因為那隻惡魔也很有趣 其實他自己是可以兩三下打敗他 你很有趣 我再觀察你 其實那個名字 是他不是真的打敗他而拿回來 是自取的 自取 因為他上面太多很恐怖的怪物 但是如果你說 由史萊姆一來到熱世界來看 他是其中一個門檻 他也是很厲害的 第20位就是他 那就到第19位 就是無跡轉生到了二世間 做拿出真本事的基烈盧 他也很厲害 因為劍聖系劍流裡面最厲害的幾位 你記得動畫 他有一幕做得很厲害 他音速砍死人 因為那時候 剛剛去到他家 教男主角劍術 但是他教不了他 因為他很厲害 反而大小姐 學了他的劍神流之後 變得很厲害 所以如果你說實力來說 他是整個大陸 頭幾位的劍神 但是有趣的是 寶羅 當年是跟他一組 他說 他的弱點很明顯 他的劍術很厲害 但是他的智慧是零的 哈哈哈哈 他跟寶羅說 好像三角遊戲的女報的情況 對 寶羅說 我跟他說三個命令 他只記得頭兩個 我跟他說第三個 他就不記得第一個了 就是你強攻跟他打 就未必可以 是智取可能成功的 哈哈哈哈 你看到他真的很厲害 但好像是被寶羅滾過的 對 那這些事不要說了 寶羅滾過的智慧 就是這個混蛋 對 甚至你可以說 大小姐也承繼他 大小姐之後 也超越他 變成劍神級 那也是一位 實力很強的人 嗯 還有他前輩的感覺也有 不過前輩 現在有時候 搞笑的又可以 你記不記得 是男主 我教他掃行的 我記得 哈哈哈哈 你教我這些 我教你這些 哈哈哈哈 接著第十八位 第十八位 就是來自火影忍者的阿凱 我又不可以說 實力不高 但還是那句 火影忍者去到那個時代 太多怪物了 即已經亂了 但我不明白這個表 為何會有阿凱 但沒有田律經 是啊 卡卡西 他老師的東西還更多 很多討論 就把智來也推到很高 但在我心目中 如果你說 真的對主角那幾個人 作為一個宣傳來說 我覺得卡卡西 是更加適合這個位置 這個我覺得可以討論 是的 但因為這個表 我們再說下去 會有智來也 智來也 跟阿凱中間 你說今天是劇透了這些內容 在智來也跟阿凱中間 你沒有田律經 那這個表在做什麼呢 我看著 我看一些不看一些 我很奇怪 為何會沒有田律經 因為其實阿凱都很習慣 他都是拿自己的命 出來去教人 但是 我想以作品 和戰鬥力的影響來講 他能入榜 沒理由卡卡西 買入 我想其實他很尷尬 一來就是 他不算在作品裡 是最強的那批 他是強 但他不是最強的那批 另外就是 根本上他教的東西 只有私生子李洛克學到的 只能學到 八門那些 是要奇才才能學到的 普通人開一道門就死掉了 那你教這麼特別的東西 其實他不是什麼特別的老師 而且很老實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好的老師 雖然他很疼李洛克 但李洛克用完之後是殘廢的 你作為一個老師 是不一樣的 因為田綠經就是 我連個命都不要 我都要保住你三個 智來也都是為了他們死的 但是 我覺得 所以阿凱是還沒到這個位 其實 還有我不知道是否因為 初初你看到卡西 他教三人小隊的時候 無論保護你們 或者是 作為一個忍者 你應該怎麼做 那樣東西 我覺得新教來講 卡西應該在網裡面 你看到卡卡西 是對他們三個都有投放資源的 但是明顯地 阿凱就只是 寵了他自己私生子 他教過羅旋和天天 他教不了 他不會忍術的 他不會忍術的 他會忍術的 就是羅旋說 我是明瞞望族 我只是吃自己 天天就是滋疾 天天是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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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就是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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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數回其他三人小隊 沒那麼滋疾 當然他們也是明瞞望族 就是玩專心術那個 跟袁飛老師那個 其他那些都OK 但是就是因為他跟了這個 爺學頭 就真的滋疾 而且這陣子的人說 羅旋為何要這樣 對死一下初天 就是為了不要讓 博人出世 產生博人轉 我不要見到這些垃圾 這個是Deadpool 回去肥死Wireno 那些 實力來說 當然他開了八門 可以跟波士打 那場動畫都做得不錯 但是你作為老師來說 我覺得是差一點 如果你真的要選老師 而非卡卡西 只有阿絲瑪 阿絲瑪死的那段 我覺得是感人的 對不對 但是阿凱就 阿絲瑪是不是錄院的老師 是啊 死在二人組裡面 被那個刺死的那個 那裡是OK的 奇怪一點 阿凱就 這次的投票有些奇怪 其實有些東西是 但是第十七位 我覺得在榜上面都OK的 你當他是 聲聲也絕對是 就是來自 投文字D的藤原文泰 就是藤原托海的老爸 黃秋生 絕對是他的師父 無論是 黃秋生還是動畫 漫畫 他真的是他師父 就是自小地推他出去 不停地送豆腐 在那裡練習 練習到他的飄移神記 那裡說 阿藤原文泰 如果大家由於受那套 真人版的影響太多 就會很記得 放在那裡 放一杯水 打死一滴 打死你 很記得在那裡 但是如果說這個角色 不同文本我最深刻 是有一段 阿藤原文泰 終於買了一部數碼回來 然後買了一部數碼回來 就叫阿藤原曹海 出去梅花間竹 今晚你拿一部白陸出去送 明晚開一部數碼回來送 你就是要去梅花間竹 那你每天 因為數碼的性能 是高於A86 而數碼每晚 就算大家走回同一條 Racing Line 你都是數碼會佔優的 那你變成今天 你找到Racing Line 再刁鑽一點 找到更厲害的東西 到第二天你開回A86 你走回Racing Line 就會是時間差了 因為你車的性能 只要搶在那裡 但是問題是 你又要想想想怎樣用 AE86 那輛車可以 贏那輛數碼 那你就找了 你找到那一刻 又到第二天 你要開的數碼 又會佔優了 變成 每晚梅花間竹 梅花間竹 我反而記得的是 他拿一架掃把佬 贏了陀海 他被陀海 拿一架掃把佔 他贏了他之後 被陀海吊賊他 你拿一架掃把佬 你當然是贏了 架換炸 之後都贏了 然後他就跟陀海說 不乖的 那時候我看動物很深刻 陀海不知道說 有贏完哪場 送送客戶 突然間有一個掃把佬 旁邊一夜經過 他問他 神經病 有一個人這麼厲害 最後回來 原來突然問他 然後交換車 都贏了 然後他就跟你說 根本就不關你的車的事 你都不會開車 所以之後就是 你今天的車比較厲害 但是 要翌日再找方法 用你的車贏得到他 例如Racing Light 你的車什麼開法 可以贏得到 掃把佬 跟你一樣技術 一樣的線 或者你找什麼方法 供他 我記得是很好看 如果爸爸也算 義父要算 你奧彭林說不算義父 那我沒想過 他爸爸也算 那文太真的是他師父 而且我自己覺得 但是文太其實 都不算是我喜歡那類的老師 因為文太所有的事情 都是不肯說出來的 我經常看著 你這個混蛋 你講出來的事情 是不是容易一點 都要我自己feel一次 但是文太可能 又不是很會說話那種 對 你發覺黃秋生做的文太 已經多話說了 本來文太 最靜點 好像咬著有煙 所以我不算是很喜歡文太 這 就是這個 那種老師 那些東西收起來 不肯說了 但是喜歡賽車 喜歡車的人 你就自然會喜歡文太的角色 當然是很可憐 如果你按設定的話 有一個都是老爸的師傅 應該拍得住 藤原文太 就是網球王子 那些是月前龍馬的老爸 哦 藍次郎 對 那他設定上是最強的 也是從小就訓練 月前龍馬的 那如果真的文太都算的話 應該他老爸都可以算 但是很多人不記得他 也未必不記得 因為網球王子現在 那些人不記得有這些東西 因為你去到打黑洞 打火箭那些 現在那些人只記得 那些東西 最慘就是那個作品 打到租做就沒得說了 是啊 真可憐 接著到第十六位 第十六位就是無跡轉生的Loxy Loxy作為一個水神級的魔法師 當年都是阿普聘請回來 想著 我兒子天賦異品 他不知道原來 他兒子連泳唱都不用 或者應該說 他已經打破了世界那種泳唱的法則 因為Loxy也跟他說 其實人出生是一個魔力的極限 但是被阿參田發現 原來不是 我只是好像人家運動那樣 不停地用 他就是不停地噴水 令到他變成水神級的魔法師 其實都算厲害 他整個架 改了整個方式運作 他用於白人不要叫老師 改了一個OS 那種F 根本 男主角已經是 但是Loxy作為一個老師 他的實力是很厲害 很記得他那時候學成 在村裡出的水魔法 其實滿屍那一刻是很感動的 還有 那一幕作畫真的很漂亮 是啊 那裡很深刻 還有Loxy作為一個老師 他願意精進自己的 就是他見到Ludy 哇 這麼厲害 我決心是出去 再精進我自己的魔法 還有以實力來說 他本身還沒教Ludy之前 他已經很厲害了 就是在大陸上來說 也是很出名的魔法師 因為他的種族關係 就有其他的障礙 但是 你說啟蒙 Ludy的 老師 老師來說 他是做得很好 而且那個角色很多東西很有趣 除了老師那部分很有趣 他平時跟其他角色相處很有趣 當然他躲在門後面有些靈界 這個作品 都叫了這些東西 但是 我覺得這時候 這時候是多了 這個作品未必需要有這些位置 有時候反而搞得像 大家 錯重點感 我覺得這位置 是有點可惜 但是 其他位置 他的性格 執著點是有趣的 還有 神經病現在的figure 真的出了 他真的可以開到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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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設計很厲害 你從動畫看他 Rudy 是真的厲害的 這個設計師 我真的覺得玩具廠 設計的就是Rudy 這樣的混蛋 如果不是 怎樣做一個figure 我記得動畫 他還剪了3D 和我扭 現在看 這個姿勢很帥 很帥 一拆開 你看 我在裡面收住了另外一隻手 那姿勢馬上不同了 變成很害羞的樣子 是不是很厲害 那些真是神經病 Finger 真的 這個設計很厲害 還有去到 因為我也有看動畫版之後的劇情 當然 Rudy 對Rudy來說 是一個心命中很重要的人 各方面都是 所以 他師傅來說 或者教他魔法 甚至之後幫他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個好的同伴 或者在這個榜來說 絕對上得到的 然後到第15位 是亨太角色 是 這個比斯基 大隻妹 對 為了欺騙人的羅莉 羅莉控之惡夢 其實他是好的老師 因為他真的 那時候慢慢教著 小光和基努雅 怎樣去學念 然後慢慢慢慢 令到他們成長 但是你問我 因為他退了一場太久了 矮片那裡 你好像 求產不關他事 現在漫畫有很多東西都很久 沒辦法 然後去到新世界 你又不期望他會再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 有點浪費了 我覺得 那作為主角之一 你和你也都什麼 他是主角來的嗎 不是 原本是四大主角的 前期的四大主角 其實是膽角桑圓 但是我現在是 忘記了究竟他的念動力是什麼 我都忘記了 不是 他是強化系的 我覺得他是佛系的 已經隨時出不回牆 緣分到鳥自然會出回牆 而且你沒有想過 富堅 他其實也是玩師傅變身 這個東西 如果都是師傅的話 以後白書的幻海 是由老蟹變少女 這次就由少女變大叔 變大叔 少女變大叔 我搞不定 富堅應該是喜歡這些東西的 因為他下面是有幻海 但是你如果是compare with 你又在頭後面的磅 那我會覺得幻海比比斯基好很多 即是他真的像師傅格 而且幻海 比斯基我不知道他之後會怎樣 但是幻海做到師傅最重要的是死 不是 全功 他全功之後死 我們看慣講 很有親切感 即是有個人過來做師傅 以前我死夠硬 那要是黃小龍才行 我要做老師 我要死夠硬 漫畫三大高危角色 師傅 爸爸 哥哥 全部的死亡率增加30% 是 是 那你作為一個老師 你不傳了你的畢生功力給他 然後死去 那是不合格的 陳怡文泰算好 又做人老爸又做人師傅 算是 都沒事 沒有死 只是兒子炒車而已 他也沒有炒 托海炒了他也沒有事 混蛋 這些很難得 所以我覺得 橫海會比比斯基 其實 比斯基 像朋友多些 當然他也是長輩 但其實他的感覺 像前輩朋友多些 橫海就是師傅 當然 當然 我又覺得比斯基教他們 念那一刻都很像師傅 這樣去教 但是 平時相處是朋友 是啊 他沒有橫海有那種 老師不甲 橫海就是 揪著你的手 自己做一下 橫海有老師不甲 他是像當年聚拳師傅 那種格 那種風格 其實可能是 那個年代的東西 我經常覺得 師傅跟老師的分別就是 師傅就是教我的流派 或者是我的很特定的東西 那我真的教你 靈光波動拳 你第二個你學不到 就是這個東西 當然阿海也是很特定的 但就只教你一個 這個就沒辦法 那接下來 下一位 下一位就是 岡德華和艾爾的師傅 一個家庭主婦 家庭主婦 老國的家庭主婦 其實如果這個榜 我真的比較深刻 因為 如果你說是師傅 或者是老師 他是真的 很切切實實地 教了兩兄弟 一即是傳 全即是一這個道理 雖然 兩兄弟跟他一樣 都是觸犯了 一個人體練成的禁忌 但是如果你說 在教他們的東西 或者是 在一個 新教來講 他算是教得很足 但某程度上 我就是有些喜歡 都是大家觸犯了 同一件事 這件事 這件事好像反而 他們的關係 我覺得更加特別 就是 可能做了這麼多 結果他還是做了這件事 但是 我自己是挺喜歡這些 某程度上 師傅 都是他們的mother figure 對 代替了某程度的代替品 對 師傅兩夫妻 其實真的是他們 爸爸媽媽 某程度上都是 還有很喜歡的 就是 兩兄弟 你看動畫一會 兩兄弟在頭的時候 都是很帥 或是怎樣 一提到他們的師傅 嘩 滴滴汗 好害怕 然後他們看到師傅 那個時候 一個個肩 雖然說 你們兩個做什麼 師傅都是訓練他的 但是他下一下 就是抱著他們 我覺得 這件事作為一個師傅 或者你說作Mana figure 或者作為一個榜 我對他的心印象是很多的 還有你看到他師傅 其實很疼他們兩個 他當了兩個兒子 對 他知道這兩個小朋友 到底經歷了多少 背負了多少 做錯過什麼 而他自己做錯過 所以他一方面 看到自己以前的身影 他也不想他們走錯的路 但是他們已經走錯了 到底怎麼幫他們 所以他當他們自己是兒子 他自己有個小朋友 所以你看到他那種 母親的感覺 其實是很強烈 那麼他要教他們的東西 要強硬的時候 他很強硬 但是他有柔弱的一面 那麼這個角色是很立體 還有一幕很深刻印象的 就是外德華打電話給他 師傅你是不是確定 當日生出來的那個是你兒子 他立刻蓋電話那一刻 再畫一條絲出來 再跟他溝通那件事 我覺得是很深刻印象的 你作為一個家人 我直接當他們 他是家人來的 那個關係描寫 即是偶者都是說一句 他描寫人和人之下的關係 描寫得非常之好 是的 所以如果你說這個榜 我想他們高一點位置 不過可能是 如果你說實力方面 其實在大陸來說 他都是一個很強的人 他和他老公都是 雖然《降烈經典》作品 但是始終他的榜 是2022年 有些可能在近年一些的作品 會排前些都明白的 而且有些麻煩的 師傅是厲害的 但是你隻秋 任何一個人造人 也是很麻煩的 是的 即是人造人 基本上就算是 國家联金授師 隻秋也是打不贏的 他們認識他 真的是很麻煩的 變成他 如果說實力的話 他好像 在這套作品裡面 你不會覺得他是超厲害的 看你打誰人造人 你打Grid的話 就每個人都打得贏他的 哈哈哈哈 沒有誰打不贏他的 那個不久都嫌麻煩的 只有Grid的話就差而已 其他那些都厲害的 不是 因為豪碗是一個人打贏了 他連同他姐姐的需要 打贏了 是不是Lazy 應該是Lazy的 Grid的 Grid的 Grid的王子 Grid的王子 我記得 鐵甲蟲 哈哈哈 他只是防守 是鐵甲蟲 是鐵甲蟲 鐵甲蟲 哈哈哈 如果你說這個榜 可能再 早幾年做的 可能就有機會再前些 但是在那裡都OK 到下一位 這位都很慶幸在這個榜出現了 就是奇雲的藤原座圍 世 這個榜要有他 他作為一個老師 首先做了新宿 你說他要做的事 他早就死了 他在這個榜裡面 差不多最快就死了 那個 總之不知道幾年死 你也對 他一定是最早死了 然後 他真的也很影響過江仔整個人生 他也像是老師一樣 教他 最後他消失廣幕 我真的看得很感動 當年 還有江仔真的超越了他 是啊 他那一刻的感動 如果以奇雲篇來說 我覺得作為 在網上足企那一篇 我覺得是很好看的 但我始終覺得 他跟江仔是 是同伴多過私生 但去了奇盤那一刻就是老師 平時就是同伴和朋友 但一到奇盤那一刻 他會馬上變回師父養 平時那時候 江仔經常欺負他 那些也可以 但一到奇盤那一刻 他就不是這樣 他就變回老師的形象 他肯定是老師 因為他是教他足企 指導企 即是function龍來說 他真的是老師 不是師父 但我覺得他那種感覺 不師父 即是如果你叫我師父 我不會想起他 即是他沒有教江仔做人 他只是教他足企 只是教他足企 奇盤 世事如企 人生如企 是吧 會足企 會做人 什麼 牌品好人好人好 是啊 奇品好 不是 奇品好差 有些老師奇品好人奸 進騰江奇 奇品一般 陳元作為 我覺得某程度上 他那個靈光仔的人 是成熟了 即是不是一個 純粹的小孩 亂來 他某程度上 影響了他的人 其實我 摧毀童年 其實陳元作為 是一個失敗的Micky 其實他是想鬼上身 但失敗了 誰Micky 他跟健身手 他跟Micky一樣 我想爬你 但爬不到 結果被迫成為了你同伴 那陳元作為本身是想 本殷方身 受刷身 在他的故事設定中 受刷中是因為他 受刷中是因為他 而受刷中是願意給他上身 但是 俊騰江是 我不想給你 你吹夠我醬什麼 他是這樣的設定上 但始終 他的尾那一刻很感動 是感動的 但你歸完上半 就覺得他是差了 但他也是個好老師 他教企那方面 一定是他最好的 他本集四年計 一定是爬最高的 因為他是天王 所以我覺得這個榜友在這裡 很OK 那我們再說兩位 接著到第十二位 就是吉田松陽 來自銀魂 吉田松陽 基本上是銀魂宇宙觀裏 宇宙最強的 他強得如何 無限再生 一個彈指神通 就是彈穿鐵板 基本上沒有人打得贏他 甚至夜套 整個夜套去圍他 都沒有人打得死他 但是他就有精神分裂 老土橋 他在好人格的時候 就開了一間私屬 博博齋 教銀那班契弟 其實他在小時候 可以說義父級 真的是義父級 他抽了一班孤兒 就在博博齋讀書 練武 然後他就好像 有點像耶穌 最後就被政府捉了他去處死 對銀他們一班徒弟來說 是一個創傷 也是一個意義 所以說整個銀魂的故事 應該是建基於他 你想到很尾 其實那幾個角色 往後所做的事情 都是因為他的影響 你就看到他的死 然後那幾個角色 他們不同的性格 隱身他們走到不同的路 他們處理了不同的路 但是有趣的地方 是當你牽涉到 去重陽老師的時候 他們會走到一起 然後你會發現 其實他們沒有走歪道 因為他們的性格 令他們走到那條路 總之一關他們的事 他們在一起都是那班人 因為我最近 重溫銀之魂編的動畫 之前我也是看漫畫 我發覺 其實那段是寫得很好 你也是圍繞著跟重陽那個壞人格 就是邪惡武藍 終極決戰 那call out 所有師兄弟回來 其實是真的寫得很感動 很好看的 重陽也值得榜上有名 雖然空之大猩猩 後來可能有些事情處理 有好有不好 但我經常覺得很厲害 是他寫一些搞笑的東西 可以這麼好笑之餘 他寫認真的東西 都寫那些level 我覺得作為一個創作人 他這方面很厲害 但是空之大猩猩 是壞的 他是狗味逐雕 他就做了一個新篇 就是說重陽變成小朋友 就說眼臭仔 我覺得這個編章 我覺得是很反感 我覺得 搞了太多東西 有時候真的某個位置要收 不過算了 銀魂收尾的東西 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其實他銀之雲編賣得很漂亮的獻 有時候都不知道是他硬要上寫 還是出版寫 硬要推他寫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如果沒有就最好 對 我覺得這個磅也是 然後到下一位 單下斷瓶 來鐵拳浪子 我不知道 單下斷瓶是有資格入這個榜 鐵拳浪子 他那時候教了刺吹象拳 單下斷瓶是一間抹落的拳館 他不是戴著單邊的眼罩 對 單邊的眼罩 奔著牙齒 經常戴著飛遍 銀魂有時候在台下裝 叫人打拳 他們就是扮他 阿神樂扮那個 對 單下斷瓶又不是 完全教不到恥吹象 但如果沒有他 恥吹象會繼續做男生 會 因為是他找恥吹象 我也是這樣 但我覺得單下斷瓶 他教到恥吹象的東西 不算多 然後恥吹象是一個 亦都跟老師之間 不是很有connective的人 他怎樣跟 阿力錫瓶打 跟著跟巴西 我忘記那個拳王 叫什麼什麼名字 我以後不記得人說 阿力錫瓶就是被人扔射 被人扔射 被人扔射 混蛋 很毀滅的作品 對 這些東西 你會看到的就是 恥吹象也是 自己跟自己的一個搏鬥 他沒有在老師身上 獲得什麼東西 那老師反而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 是抱著恥象 等他不要自毀 等他不要自毀 但他最後都打到死了 他是阻止不了這個人 那變成單下斷瓶 我覺得他好像 只是一個拳館 負責等著恥吹象 可以去報名的工具 教練 他算是 但他有教恥吹象 怎樣練體力 但我覺得很快 他就已經跟不到恥吹象 那個思維 對 恥吹象是個角色 其實到現在也是 我不算很喜歡 恥吹象的性格 不喜歡他那種很自毀 對 他去得太快 他完全不理會身邊的人 他又不跟身邊的人 說你想想什麼 你想做什麼 很奇怪 恥吹象的性格 我自己覺得 但是他那種 你用這個年代的terms 說他真的是藝術家性格 他不用理會 我只是要做那件事 做那件事 這件事很酷 我某程度上 你每個男人心目中都覺得 如果做到這樣 又好像很酷 但未必想做這件事 我會這樣想的 如果我做那件事 譬如我要畫畫 那我不需要其他人幫忙 那我自己躲在那裡畫畫 我不管其他人的感受 我還好的 但因為你打拳 那些人是要幫你的 就算我休息你 那邊的位置 也要有人幫你拔走 牙膠之水給你喝 幫你抹汗 為什麼我都被大師兄 我馬上下國就打散去 你都要有這些人 所以你完全不理會你身邊的人 對我來說 那我覺得 齒吹象在這個位置 令我覺得他不吸引 而段平也好像抓不到他回來 但是如果沒有這個人 齒吹象走不上這個人生 他可能第三期死了 可能這個位置就變成了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少年四大明報小說 他有一段我覺得寫得不錯 就是說諸葛先生 那一段時間就把冷血收拾回去 找些人訓練他 第一個訓練冷血的那個人 就是今天我就是你師傅 然後冷血跟他說 你不是我師傅 你是我教練 你教我練 然後到他學了幾個人的東西之後 最後他叫師承 然後他跟諸葛先生說 他們是我教練 你才是我師傅 那一段是雖然很喜歡 但是寫得挺touching的 那一段是 就是definite了 究竟老師教練和師傅的分別 那這個鐵拳狼子就應該做不到這個人 我覺得單一段平像教練 他做不到師傅 其實單一段平是想做到師傅 但是因為齒吹象的性格問題 再加上那時候 他沒有打算要寫到這個走向 所以單一段平影響不算很深 但是始終有點年代差 那個年代可能他已經做得多 還有一個重點 他是進不了這個榜 史上最強老師 他都不是作品裏面最強 他年輕可能可以打的 只要這樣你沒有說就是了 他年輕可能打的 這個榜裏面 每個人都是割據一方 他真的不行 你說要是作品裏面的天花版 真是人氣關係 始終是 我是作品人氣關係 所以他進了榜 但是單一段平也是一個經典的角色 我不是想詆毀他 只是純粹說以老師來說 我覺得他不算一個很請責的老師 OK 那我們不如今節到這個 稍後回來 第二節就說第一節第十位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動漫戰隊繼續 好 Davis 接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